据央视7月7日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索贝哈纳称 由于一名士兵重伤不治 C130运输机坠机事件中死亡人数上升至53人 7月4日 菲律宾军方的一架C130运输机 在南部苏鲁省帕提库尔镇附近坠毁 机上有93人 这是菲律宾近30年来最严重的军机空难 菲律宾军方的文件显示 坠毁的这架C130H美制运输机 是菲律宾以安全合作援助名义 从美军购买的二手飞机 今年2月正式交付非空军服役 该机于1988年出场 距今已服役了33年 有消息称 这架二手C130飞机 本来就存在着诸多质量上的隐患 美国这是在卖棺材 军事专家杜文龙在社交媒体上如此写道 台湾联合报7日也警告称 菲律宾刚引进的二手C130就出问题 但台军现已C130的安全性同样堪忧 据介绍 台湾空军先后采购了20架C130雷区运输机 其中一架已于1997年坠毁 首批12架C130雷区从1986年底交付台湾 服役时间早已超过30年 甚至比菲律宾出世的这架还要老 更严重的是台湾的海岛潮湿环境 再加上C130雷区运输机 起降次数频繁 记忆体已产生金属疲劳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